桃園有一個幼稚園的五歲小弟弟 在學校想玩變形金剛遊戲 結果他的頭跟手卡在椅背了 一度沒辦法脫困 消防隊趕到現場之後 把木椅給鋸斷了 才結束這場虛驚 幼稚園老師站在一旁捏拔冷汗 只見穿著紫色衣服的小男童 頭竟然卡在椅背裡頭 動彈不得 幾個消防隊員全神灌注 用句子要拒開木椅 盡力搶救 好拉起來 終於把木椅給鋸斷小男童 是你脫困 但眼神還是有點呆滯 似乎還驚魂未定 弟弟沒有哭 好勇敢喔 沒有哭 消防隊員不停安撫小男童 他才終於笑了出來 而這場驚魂祭 全是因為小男童太喜歡 變形金剛 在電影中 電腦動畫加上 迅尼特效 讓機器人一秒變成 汽車或飛機 不少小朋友為之瘋狂 不過卻也讓桃園這位 就讀中班的 5歲小男童將頭跟手伸進一遍 幻想自己是變形金剛 整個頭 整個頭跟耳朵都塞在那個背面裡面 是 他都沒有霸出來 那老師當初怎麼救 那老師當初是用那個油 小朋友還是沒有霸出來 所幸小男童只是徐景一場 沒有大礙 但也嚇壞現場所有老師跟小朋友 直到消防隊員將木耳拒斷之後 小男童才破地微笑 直說再也不敢了 這簡正鋒黃子鋒桃園 採訪不到